今天我本《學生年》的總體 為團體和小姐的學做媒體工作 超過20年來的吳恩文 已經跟主持公佈《天師民室》節目 吳恩文的阿爸在共同媒體學院 也沒有在西餐 不過他從事體驗成體系 沒有記載學校 雖然跟我說是不遺憾 不過他說沒有聽病的學校的學校 也要透過煮學家料理 來反映已經故事的阿爸 來繼續回到吳恩文的快樂廚房 我們趕快來歡迎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美惠老師 老師早安 共發董章 董情主席文言文 主持共佈米生節目 基金新年 共佈米生專家的記事 是做經常的主播要到頭路 本來不做主播的 行業做客 會接著去做家的好功夫 其實我從小跟我爸媽學做美食蠻多的 我就是從小跟我爸爸學做客家菜 廣東菜 然後跟我媽媽學四川菜 今天竟然炒店主要 要不但吃阿爸 親親親的家鄉菜 不確定不然對阿爸其他買 感受到會客家很快 那我印象中我爸爸那邊做的菜都是比較 比較比較重 比較鹹也比較油的這樣子 比如說什麼薑絲大腸啦 還有紅燒肉啊 這樣都是很油很重很鹹的 行業文言文的攀工室 出開後切切貼店的各種各樣的料理食物 公司煮食就九百市去做生意世界的記憶 我們家做菜是這樣 如果我爸爸 我爸爸也很會做菜 如果我爸爸做的時候我就當副手 我就進廚房裡面去幫他忙 中世就喜歡煮食的名言文 聽到阿爸好煮客家菜 阿爸高興高興 客家料理那些煩惱的一種風色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家傳的料理 那我爸爸走了之後 我就很想要把他菜拿來跟大家分享 但因為都是因為懷念父親 所以就就把他教我的一些 想說他教我的一些菜 我就拿來在書裡面 節目裡面來跟大家分享 名言文那個見傳太爺 阿爸那些共同無言的行為 阿爸那些西村人 出道神眾煩惊的漢字 神眾的工廠都會說反應 沒有記憶好也沒有記憶說話 他出道的國中 將對七個學家政府的疑問因底 那國中跟國小 我對這個感覺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非常模糊的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沒有特別在推廣母語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就錯過了學客家化的一些 的機會 那個行為能問某天片某個家 也要的表現 不過去他出了剛才的一件的行為 體股料理連帶兩次也要的記憶 要讓阿爸審供的客家親快 尚小孩